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 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B.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 通常居于香港连续七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 C. 中国公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 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而该子女出生的时候 该中国公民是符合A.或B.项规定的人 D.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 持有效旅行政检进入香港 通常居于香港连续七年或以上 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人士 E.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 属D. 项类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香港所生的未满21岁的子女 D. 而在该子女出生时或年满21岁前的任何时间 D. 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 D. 不属于A至E 项类别 D. 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拥有香港居留权的人 D. 在1997年初月1日之前的永久性居民 D. 如果符合迎光幕上显示的过渡性条文 D. 就可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D. 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 D.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 D.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是指 D. 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权 D.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受到任何逗留条件的限制 D.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受到任何逗留条件的限制 D. 不会被递介以及不会被遣送离境 D. 法律亦都规定 D. 有后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D. 是辞证人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证据 D. 任何人士如果声称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 D. 该名人士必须负起证明这项声称的举证责任 D. 凡是声称符合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 D. 而未曾领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D. 或者在他的旅行证件上 D. 未确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印鑑的人士 D. 可以向香港入境事务署提出申请 D. 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 D. 如果你根据入境条例第二AB条 D. 符合资格申请居留权证明书 D. 但是并未曾获发有关的居留权证明书 D. 而且现在正在中国内地居住 D. 就不应该提出这一项 D. 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的申请 D. 如果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D. 在香港以外所生 D. 以及通常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子女 D. 而声称根据入境条例附表一第二C段 D. 而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 D. 你应该将有效的居留权证明书 D. 贴在有效的前往港澳通行证 D. 也许是组称单程证上面 D. 才能够确立你声称拥有的香港居留权 D. 你可以浏览萤幕上显示的入境事务署署 D. 取得更多有关申请居留权证明书的资料 D. 在提出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申请的时候 D. 申请人必须身在香港以至合法逗留 D. 来自刊业的申请将不会获得处理 D. 如果申请人未满18岁 D. 申请表格必须由他的父母或合法监活人填写及签署 D. 如果需要申请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 D. 请填图在萤幕上显示的其中一类申请表格 D. 有关申请表格可以向入境事务署总部免费索取 D. 也可以在萤光幕上显示的网址下载 D. 你可以到萤光幕上显示的网址 D. 参阅证明文件的清单以及注意事项 D. 你可以将已经填妥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 D. 并和证明文件的副本寄去香港湾仔告示打到7号 D. 入境事务大楼25楼 D. 入境事务署居留权组 D. 或者放入入境事务署所设计的投递箱里 D. 你也可以在扫描申请表格和证明文件之后 D. 透过萤光幕上显示的网址在网上递交 D. 在正常情况之下 D. 如果证明文件齐全 D. 入境事务署需要6个星期处理申请 D. 视乎申请情况的复杂程度 D. 以及当时收到的申请数目 D. 有时处理申请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D. 当你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获核实之后 D. 你在香港的逗留条件将会被注销 D. 如果你是11岁或以上的人士 D. 你可以到人事登记处 D. 扮你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D. 未满11岁的申请人 D. 如果持有外国政府签法的有效旅行证件 D. 可以申请在旅行证件上加盖签注 D. 注明已经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 D. 如果大家希望进一步了解 D. 有关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的资料 D. 以及申请手续 D. 欢迎随时浏览荧光幕上显示的 D. 入境事务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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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入境事务署署